这一件的干贝分为三种 分别是生食等级的干贝 还有腰子干贝跟虫组干贝 那当然了 价钱也会不一样 价差可以高达15倍 其中最高等级的就是生食干贝 它一颗最贵可以卖到150块 不过到底你在买干贝的时候 如何分辨呢 今天有请专业主厨 热热油锅里干贝吱吱作响 扶笔的香味让人食指大动 干贝是很多人的最爱 但该怎么分辨呢 放下去之后 然后就把它关成中小火 然后放到中小火之后 让它慢慢把它里面原本的 里面的汁液 然后跑出来 让它能够形成一个活模 市面上光是干贝就有三种 虽然名字很像 但不管是味道或是价钱 都差很多 生食干贝口感软嫩鲜甜 咬起来会有一丝一丝的感觉 腰子干贝酥脆 但咬起来会有塑胶感 虫煮干贝则是没有甜味 添加了其他食材 三种干贝 好坏价差高达15倍 就算是最高级的生食干贝 大小不一样 等级就会有落差 因为干贝就是繁力贝的备注 想要养大 可是要花不少时间和成本 像2L等级的干贝 大小就超过5公分 一个就要150元 通常用在高级料理上 3S的干贝大小2.5公分 一个30元 一般量饭店就能买到 一个辨别的方式大家最常就是要有认真标签 那它认真标签后面也要有那个防尾雷射 然后再来就是生食级干贝 它的外观是不规则的 像腰子贝跟虫竹贝 它是有塑形过的 然后外观会比较看起来比较一致性 想要知道买的干贝品质如何 用煎的最难看穿玄机 只要出现很多水 可能就是泡了过多药水的关系 民众要买干贝可要仔细看好 才不会用高价买到 业制干贝 下来新闻孟国华 林芷琪 特会报道